泰国水患慈祭持续的关怀 发放热食启动以工代证 也把环保站整理的二手衣物 大约一个货柜要送到泰国 高雄志工今天晚上就开始装货柜 大埃感恩科技公司也捐出了 两万条的毛毯和发放袋 高雄三四十位慈祭师兄 以接力方训将一厢又一厢的紫箱 搬向了环保车 每一大紫箱内全装满了保暖的衣物 这些衣服是由慈祭的各环保站收集而来 然后经过师兄姐的整理分类 那他们装箱了以后 那今天晚上就是装上后柜 直将外头贴心贴上的标签 无论女装或男装 就算让拆箱的人快速做辨识 能够在气温下降同时 搬运JP准备要送到泰国灾民手上的衣物 即便大伙伴的满头大汗 但人人满心欢喜 我觉得今天很冷 所以我们更能够体会 那些需要这些衣服的人 可以帮泰国他们 帮忙把这些衣物送到他们的手上 觉得很开心 一个货柜预计可以装满630箱的衣物 除了衣服之外 大爱感恩科技也将为泰国灾民 准备毛毯2万条 八磅带2万个 希望台湾的爱心继续温暖泰国灾民的心 大爱新闻喜欢点香红树 高尘报道